將白蘿蔔胡蘿蔔切片 丟進牛肉湯裡 俗話說東吃蘿蔔夏吃薑 很多家庭冬天都吃蘿蔔養生 尤其是氣場局表示 下週開始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將會一秒變冬天 週三開始有最強冷空氣 低溫下炭15度 北部東部跟東北部 都會有短暫正雨 但吃蘿蔔養生也不能亂吃 其實有時候為了配色市場會 一白二紅那就是 紅蘿蔔跟白蘿蔔 其實它本身也是去腥胃用 為了配色 不少人會跟家世達人一樣 把紅白蘿蔔一起煮 不過專家說 白蘿蔔的豐富維他命C 會被胡蘿蔔的酵素分解 讓營養打折 應該盡量避免 但也記得像是人參 黨參這樣的藥材 也不要跟蘿蔔一起使用 否則屬性會有衝突 不要加福我們說的菜桃 就是白蘿蔔 那個白蘿蔔是比較破氣的 那人參比較補氣 一補一破 那你就發現 這個氣是沒辦法補上來的 因為蘿蔔偏寒性 所以體虛或是有氣喘的民眾 都不能使用過量 另外洩漬 如果跟酸性的水果 像是橘子 蘋果等一起吃 就會轉化成硫青酸 誘發甲狀腺腫大 了解體質 注意保暖 以免吃蘿蔔養生 反而吃出毛病 介紹留言來掃 台北上部道 我們下次再看 養生 融蔔